大家好 我是紫禁 那今天這個刺激爭議欄的影片技能爆料也出來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覺得如何呢 說真的如果只是看他這個影片就沒有很吸引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有收起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在後面 所以他那個上郎啊頭郎啊這些加起來其實都是一些很普通的角色 他強的應該是強在他的大招 而且這影片你就只出過一次他那個大招的頭郎 所以我覺得他這大招就是有可能你上郎時候按大招能傳球 或許你按這個大招能就是加強你的突破啊戰狼啊跟投籃 但就是比較讓人好奇的就是進攻的時候他是能有兩個大 但他反手是有三個大 那有可能就是出現帝王木的那個帝超或許三階 這些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大家覺得 本來覺得這刺絲是進攻角什麼的 有可能他反而是需要別人給能量他 那當然你如果帶能量套他那個能量循環是怎麼樣 也是很值得去期待 而且我覺得刺絲也應該配一個特質 那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有就是新的潛能啊 有傳攻主攻也不一定就是很配合他 但是我覺得特質可能那種單挑玩之類的 是可以考慮加入的 不過很快27號大家都知道 事實的完全體是怎麼樣 而且有的角色是覺醒才開始強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